你也是恶眉派的 恶眉派周芷若 这是一天两大女主的初次相逢 一见面两人就大打出手 一身近装的赵敏折扇在手 对付起来周芷若轻松血液 见对方一见很早 赵敏撤身后退落在空中 周芷若挥解其来 伴被他凌空一脚踢倒在地 玄秘二老上前就要灭口 被他拦了下来 留他一条命 回去告诉灭绝师太 杀他们二人的是我鸣角烈火七 得到消息的灭绝自是大怒 与摸角的争斗五年 伤亡不断 如今不得不求助武当 灭绝离开武当直奔少林 殊不知赵敏却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 毕竟陈宽还有一个少林和尚的身份 得知六大门派六日后 将会在一线家会合 赵敏不由的心情大好 毕竟他一出手 就搞得江湖风起云有 一切都在按照他的剧本发展下去 心情大好的赵敏一身难壮 帅气出街 在酒楼门口和张无忌擦肩而过 屋内的周芷若发现赵敏 提前向他追去 不趁想尽被拉着无忌的丑姑娘拦下 丁明君一掌推去 反被他闪避开来 当即长剑连辉 逼得丑姑娘几番躲避 在一切一点之后 占了便宜的丑姑娘当即喊听 知识地滚开了 听到芷若二字 无忌愣在当场 蹬着自己的面砍妞 丑姑娘一巴掌拍了过来 但二人拦下赵敏 丁明君却发现自己中毒了 看着昏迷不醒的徒弟 灭绝也束手无策 殊不知最亏祸首的丑姑娘 正看着眼前的美少年欣喜不已 听着曾阿牛一口一个 哎 她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阿猪 就在两人打口干饭时 灭绝事态带队来到 直接开口向猪尔讨要解药 却被猪尔告知千猪万毒手 并无解药 慎怒之下 灭绝毁掉花猪 扭断猪尔的胳膊 扬言要他一命敌一命 灭绝上下打量眼前的少年 虽怀疑其能力 但目前只能死马当活马役 猪只若为他针酒喝 看到二十送给无忌的手帕 这才知道眼前之人就是张无忌 不但他回忆过去 就被师父的催促声打断 地上针合后 却借他几针自想 为防止他复发 无忌和猪尔被他们带上 一起赶往光明顶 几日之后众人即将抵达一线下 武当阴力亭早已在此凝结 猪尔一见是武当之人 便上前询问张无忌的下落 这时张无忌才意识到 猪尔心心念念的人竟是自己 念及阴力亭 刚与魔教之人交手 灭绝想等他歇息之后再启程 这时武当发出求救信号 念力亭猜测送清楚有难 灭绝守之以天剑 一草一大片 若不是念力亭来到 让留下活口 可能这群人已命丧以天剑之下 无忌这才忍出被抓的顶头人 正是昔日救自己的长玉春